大家好 我是YK公司的Howard Dean 上一集我们提到了土地开发 这一集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谈谈土地开发的项目 注意事项 美国投资土地如果找对了投资地点 增值空间还是很大的 这种回报是一般的投资房地产望尘莫及的 但是土地的投资风险也比较高 如果不流行评估的话 也就有可能让您的投资打水漂 但是等待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适合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项目 除了我们上集提到的注意事项以外 这块土地是否在于我们讲的湿地河边 或者是水边 陡峭的山坡 历史文物古迹的地方都要注意 还有联邦州政府的规定建筑的法制情况下 接下来下列六个问题极为重要 一定要留意 第一我们讲的土地的这个产权问题 一定要有产权保险 我们叫Title Insurance的认证保证 还有是否要有水和矿权 第二呢 我们叫用地的法规规定的问题 先要去规委里面了解你的Running Code 到底是什么 我们有分成了不同的使用类型 像独栋的住宅啊 多家庭式的住宅 商业或者是农业用地等等 第三地义权 我们叫Eastman 这个规定就是表示说 你的邻居或其他的人 可能有权利使用您的土地 或者是便道 或者是出入口的这种种种原因 这样的规定呢 可能会造成您以后很多的麻烦 同时要晓得是否你有合法的道路 或者是通路权 日后谁来保护 维修 保养 第四 土地质量和条件问题 最好先做一个土壤测试 我们叫Soil Test 以得知这块地 是否曾经是垃圾堆积厂 有没有汽油的污染 这块地 以前是不是用来作为 存放旧汽车啦 农业化学 工业化学品的 是不是国防工业厂 或者是其他污染物需要清理 这些都会让投资人蒙受损失 第五呢 环境评估的问题 1969年通过的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 我们叫NEPA 但是加州的环境质量法案 Sea Quad California Environment Quality Act 更为严格 要求所有的建设 必须要有评估 它对于环境的影响 排污许可证 是用于污染源的管理 在加州呢 排污许可证 由AQMD 我们叫空气质量管理局来负责 企业在申请中经过了严格的审批 在公众的参与 环节通过后才会放发许可证 而且许可证还必须包含了 相应的减排措施信息 能确保能够强制落实执行 第六 濱临危险要保护的稀有动物问题 这个单位呢 我们叫野生动物渔猎管理执法局 分享一下 公司在南加州150英亩的 住三混合小区开发案中 就发现了有五对猫头鹰在这个土地下面 我们要先做生态报告 如果通过的话呢 就没有问题 否则我们不能在上面开发 或者是得找另外一块土地 把它搬迁过去 才能解决 加州还有我们所谓的沙漠龟 袋鼠老鼠 还有蝴蝶鸟类栖息的问题 这些都得非常注意 接下来的几集 我们也会分享公司开发的经验 及所要注意的事项 谢谢